您好欢迎收看6月3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台泥30号在花莲的和平水泥场举行 DACA二周年继再生资源利用中心的上梁仪式 为打造世界级的DACA再生资源利用中心 设备使用日本传奇重工最先进的设计 并投入超过40亿经费 预定2023年底完工后 每天最高可以处理200吨的垃圾 解决花莲垃圾堆积如山的问题 台泥并启动部落共好行动 包括和平村关怀巴士 设立宅配修服务中心 电机技术人员产学合作计划 从日常生活到人才培育 与和平村携手共好 众所鼠目的再生资源利用中心 在台泥企业 董事长张安平 花莲县长徐振卫 秀林乡长王玫瑰 以及环保署环保督察总队 总队长李建玉 共同见证下 举行台泥DACA 再生资源利用中心 新建工程的上梁仪式 企业跟我们的邻居一起合作 有好的地方政府的支持 这些才能够完成 因为其中缺任何一样都做不出来的 企业只要有心 地方一起邻居做该做的事情 再加上政府的效率就可以执行 来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们这个RRC 是设计得到世界上的金牌奖 所以说我们 完工以后 这边还要有一个好文化 为什么呢 我们的在地文化 可以跟世界文化一起 接在一起 而不是只是东部 以往大家都觉得东部好像 在台湾都远一点 现在我们把东部拉到世界上去 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大家在一起 预计在2023年底 完工的DACA再生资源利用中心 能够解决长久以来花莲垃圾 无处可去的问题 每日最高可以处理200吨垃圾 解决花莲堆积如山的垃圾问题 正位在这里 我要说明的是正位的看到 看到的是董事长 对于一个企业的永续 以及对于这块土地 不只是福尔摩莎这块宝地 而是世界的这块土地的看重 以及文化资产的保存 所以台泥不只是一个 水泥的传统的生产事业 台泥的多角化的经营 透过张安平董事长的远见过化 所以为什么刚才正位的开场是 台泥不只是台泥 台泥是为中华民国政府 扬民国际在打世界杯 所以身为一个地方的首长 非常非常的荣幸 跟我们台湾水泥来合作 解决当前台湾最大的问题 也是我们刚才李总队长讲的 就是我们家户 家家户户或者所有垃圾的问题 谈泥公司也表示 水泥窑高温协同处理垃圾的技术 可以做到无臭无味 甚至在此建筑物登高 俯瞰整个太平洋 台泥希望处理垃圾的场域 能够与环境相融合 对水泥场周边的居民 以及来自各地的游客 都是友善的设施 记者林杰 休林湘采访报道